3月20日,郭老师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照片,并配文龙字科第二批学员开课。 看到郭老师亲自在上面教学,不少网友感叹龙字科学员有福了,但相比之前郭老师发的照片来看,龙字科学员明显地有所减少。 虽然能够得到郭老师的当面授课非常的荣幸,但想要从这些学员中脱颖而出,还需要付出许多的努力,龙字科第一批学员仅有19位被赤字,也被大家称之为头龙,这19位可以说是龙字科学员中的佼佼者,他们为了得到这个名额也下了不少功夫。 属久寒天在海河边上寒嗓,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,但这也是许多已经成名师兄弟所经历过的,张云雷、孟贺堂等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,就连人人都宠爱的小师弟秦潇贤,也体会过早起寒嗓的艰苦。 如今龙字科的学员还有厚厚的棉衣穿,但在月云棚那个时期,越是冷的时候就穿得越少,一阵风吹过冻得直打哆嗦,即使这样还能说话不打磕疤,那在常温下靠嘴皮子吃饭更不在话下。 想要人钱显贵,必定人后需要受罪,只要是选择了相声这行,每天面临的艰难险阻不会少。 郭老师曾说过,只要是加入德云社的学员,每天都会面临德云社人员,不停地劝他们离开。 首先说先看演员,就知道你到底能不能干这个,然后让你练功,练机功,这之后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走。 很奇怪吧,想尽一切办法劝你离开,如果你最后能够留下来,那么恭喜你,你就成功了。 我们老劝你,你看都来三年,你还没红,你是不是走啊,干点别的钱,都来五年了,你还没有买大汽车,你还不走,干点别的钱。 他如果听从这个劝道了,快走,一分钟都不等你,留下来的才是真正能干这个,就是很多人就在这一关就舍了。 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待不了几天便会离开,但留下的也并非相安无事。 有些或许能够待上三五年,在此期间,每天都需要练习相声基本功,但也许连相声的舞台都上不去,更别提成名了。 还有些学员会放到小剧场打磨,这中间具体几年才能出人头地,谁都无法预料,但只有经历这些才有成名的机会。 如今看到第二批龙字科学员减少,才真正地体会到相声发展的不易。 想要成为郭老师的徒弟也没有那么容易。